新闻镜头来到瑞瑟湘 去年年底地方选举结束 瑞瑟湘待会有过半都是新科的名代 那么从9号起一连三天的临时大会 新科名代是出示提升 严格审议相公所提案的同时 建设提案也超过了35件之多 主席罗文藤肯定新人 积极为民服务的精神 也将会带领乡待会同仁们 为地方乡镇业务监督把关 瑞瑟湘待会一连三天的临时会 除了相公所提案 相代表们已经提出35件建议案 还不够在临时动议中再加码提出 说明查案阶路段109师兄 造成路面亨动及归裂 尤其是近年来大小地产不断 致使该路段路面归裂的非常严重 而且该路段都属于红灯产略道路 唯恐影响红灯机具及用路人风险安全 去有技术改善重新铺设置必要 办法请相公所获 专请相当单位的技术和规范 虽然都是路坪、灯亮、水沟通等提案建设 不过却都是与乡亲民众生活息息相关 因此向代表仍尽力协助民众来提案解决 新建台水沟80米以利农民耕种 查案接地点原籍水源丰富 遇到大雨便是水流失窜 破坏并造成农地流失严重影响农民耕种 劝有尽数新建台水沟以疏解水患 灯光部族请尽数改善 以居民东西安全 所以查案接触印度等属外缺乏照明 去年年底地方选举结束 又将近过半 皆为新科明代的日式相待会 从9号起一连三天的临时大会 也是新科明代出示提升 严格审议提案的同时 建设提案也超过35件之多 主席罗文藤肯定新人 积极为民众服务的精神 建设会代表 尤其新科代表的提案相当多 这就表示说 他们为民服务的热忱 真的是很努力 对啊 我就是之前也跟这些新科代表在讲 选上代表就要代表的样 我们代表就是要监督相公所 协助相公所 大家来为瑞士相来打拼 虽然这一届相代表同仁 有过半结为亲人菜鸟 不过年轻化充满活力憧憬以及热忱 也让其他连任相代表 也细心从旁提点互动热络 相代会新气象 主席罗文腾也将带领代表同仁们为地方乡镇业务监督把关 为民众喉舌谋福祉 记者十一欲蓝 瑞士采访报道